接下来为您播出平安365 终极解密 本期帮您识破颜色的陷阱 如今是个看脸的时代 名词叫做颜值 这个就是说脸好不好看 反正您就记得像我这个长相 就是属于得分最低的 我们今天不是讲漂不漂亮 而是讲吃东西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您对某些食材的选择 完全是看脸色 看好不好看 那可能就会出大问题 两份开心果 一黄一白 两份绿茶瓜子 一份的发灰 一份鲜脆欲滴 您会选择什么呢 有留言说 选开心果和瓜子 您可别光顾着好看 颜色太漂亮的 可能经过了不法商贩的美容 而这种美容后的开心果和瓜子 很可能是有毒的 人们印象中 开心果应该是白白的外壳 包裹着嫩绿的果仁 但是近几年 你可能发现 超市中销售的各品牌开心果 外壳不再是白色的 而是普遍呈现微黄色或黄褐色 开心果为何集体变色 开心果的本色是什么样呢 开心果 它之所以叫开心果 除了它当中含有各种各样大量的营养成分之外 它还有一种非常奇妙的香气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开心果 说吃了它能让人很开心 所以它才叫开心果 不过接下来您要看到那些画面 恐怕看过之后您会皱起眉头说 原来开心果不开心 我们请到了本节目的特邀嘉宾 营养师王旭峰为我们现场实验 这种开心果 白白胖胖惹人爱 市场上最常见 而另外这种颜色可真不咋地 还好 我有办法 我手中的这个液体具有超强的氧化性 我们暂且称它为枪氧化剂 接下来我们往两杯开心果当中 分别加入适量的氧氧化剂 我们暂且把这两杯开心果放在一边 用摄像机来记录它变化的全过程 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词叫做强氧化剂 这个强氧化剂到底是什么 它会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危害呢 接下来我们给您看点刺激的 玫瑰花美丽又浪漫 女孩子是呀 还有很多女孩子洗澡喜欢洗玫瑰花瓣玉 但今天我们给玫瑰花瓣洗澡 接下来我们要加的还是刚才的强氧化剂 这如同泡菜一般的玫瑰花瓣 您还喜欢吗 我们刚刚用强氧化剂处理的开心果 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颜色彻底变白 它变色的原理跟我们漂白玫瑰花瓣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用到的强氧化剂 通通都是这个 固氧化氢 老百姓俗称双氧水 开心果暗藏双氧水 正规厂家生产的开心果 是不会用所谓的强氧化剂来进行漂白的 现场之招教您拒绝中枪 它已经走油了 品质不高 而且不香了 染色瓜子大变脸 惊悚真相马上呈现 同样都是绿茶瓜子 发现颜色截然不同 终极解密 颜色的陷阱正在揭秘 双氧水的这个名字 相信有些朋友听起来并不陌生 如果您是一个爱美的人士 您需要对自己头发进行一些加工 比如说染色改变颜色 首先要用到的就是双氧水 要脱色 然后才能去染发 是的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氧化剂 所以双氧水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 就会脱伤我们的消化道 而且双氧水当中还富含有重金属 那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 对于双氧水是如何规定的呢 旧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 双氧水只能作为食品生产加工助剂 可以用于食品加工过程的倒白处理 但在中产品中不得残留 但是在2011年6月 当新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实施后 过氧化氢已经不在食品加工助剂之列 不得用于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漂白处理 其实旭丰老师开头实验所准备的白复美开心果 也是由原本卖相不佳的黄色开心果 经双氧水漂白而来的 所以购买开心果 我会远离白复美 我的选择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告诉大家的就是开心果油黄变白的奥妙 所以各位现在明白了吗 正规厂家生产的开心果 是不会用所谓的强氧化剂来进行漂白的 它们的开心果就是有一点点黄色 是以真正的颜色来展示给大家的 这就叫做朴实无华 开心果的品种非常的多 品牌也非常的多 如何选择我相信一定是您关心的话题 挑选优质的开心果分三步 第一步看果仁 你看到了吗 绿色的果仁证明它非常的新鲜 那如果是发黄的果仁呢 说明它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用老百姓的话来讲 它已经走油了 品质不高 而且不香了 第二看开口 自然成熟的开心果呢 它的口会张开 如果我们用力捏的话 它几乎是不能够合闭在一起 成为一条线的 人工打开的这个口呢 你会看到它有裂的地方 而且边缘呢 并不是非常的整齐 轻轻一捏 它就基本上能够完全闭合在一起 第三非常简单 越大越饱满越好 下边我们来说一说绿茶瓜子 这两盘瓜子 您认为哪个更像绿茶瓜子呢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挑选这个 因为一看这个绿颜色 它就是绿茶瓜子了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绿茶 由茶树心叶或心芽 经沙青 烘干 枕形 等特殊功力加工而来 富含茶多酚 清香一人 绿茶中的茶多酚 有很好的抗氧化性 可以清除自由基 延缓衰老 于是市面上的瓜子 也打出了绿茶的招牌 这两种绿茶瓜子 您会选哪一种呢 同样都是绿茶瓜子 发现颜色截然不同 您可能觉得这杯更像绿茶瓜子 因为它的颜色翠绿 但实际上 真正的绿茶瓜子 由茶水蒸煮而来 其中的叶绿素损失殆尽 根本不会有鲜艳的绿色 所以我的选择是这一款 金玉其外 半续其中 它没准 就是用千葛绿 这样的工业染料染出来的 小瓜子 暗藏怎样的大伤害 黄区美术 通俗的读性 通俗的来讲 它比披霜的冰箱还厉害 如何鉴别美容瓜仔 终极解密 继续教您躲避颜色的陷阱 刚才的过程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蒲宗玲先生的聊斋之意当中 一个名片 画皮 其实表面的美丽之下 商家要做的事情 往往是想掩盖它本身品质的不佳 所以看上去很美的东西 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我买的白瓜子是新鲜的 而您买的染色绿茶的白瓜子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它不仅颜色已经有明显的霉变 而且闻起来 接下来我们先给它洗洗澡 把它的霉变的颜色和霉味去掉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瓜子给它换身衣服 我们把脏水倒掉 夹着干净的白菜水 用我们调配的溶液来浸泡白瓜子 就会给它穿上鲜绿色的新衣服 而如果我们再加一滴这个 那就更像了 像这样的绿茶瓜子 你还敢吃吗 如果我是一个造假者 那我还算有良心的 因为我今天用到的原料 通通都是国家允许使用的 合法的安全的食用色素 但您买到的可不一定了 它没准就是用鲜葛绿这样的工业染料染出来的 所以买绿茶瓜子 千万别好色 刚才的实验过程是要格外的提醒大家 如果您在一些并不正规的 一些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买到这种尤其是散装的所谓的绿茶瓜子的时候 您千万千万要当心 因为有很多的产品其实都是已经开始霉变的 而霉变的瓜子当中还有一种非常可怕致癌致命的物质 就是黄曲霉醋 黄曲霉醋的毒性 通俗的来讲 它比披霉的毒性还厉害 是披霉的68倍之多 所以您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要被这华丽的颜色的外表蒙蔽了 那有人说我不选择这样的产品 我就选那种好像朴实无华的产品吧 这样就安全了吗 如果您在一些并不正规的一些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买到这种五香瓜子还是奶油瓜子 我们把它买来之后放在水当中进行了浸泡 半个小时之后 你会惊讶地发现水完全变了颜色 那闻起来非常的香 奶油瓜子和五香瓜子 可是颜色忽然觉得非常的可怕 因为为了能够让瓜子有这样的色泽 有这样的味道 那些商家在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 包括色素 包括香精 包括用明凡 让它变得口感非常的松脆 包括用石辣给它去抛光做美容等等 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 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小吃的背后 居然有那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知识 那如何去选择合格的产品 我们不妨给大家支上几招 第一 如果你发现瓜子上边有这种铁锈一样的斑点 说明它已经是陈年的瓜子了 不要选择 另外如果瓜子看起来非常的油亮 但是咬开之后 里边并不是那种新鲜瓜子的香味 说明这是经过了打辣的瓜子 也不要选择 第二 如果瓜子咬起来有瘦潮的黏黏的口感 这也是不好的瓜子 第三 假如你在吃瓜子的时候 突然吃到有苦或者其他不好的口感 这说明瓜子已经没变 要立刻吐掉 立刻用清水漱口 所以我们要格外提醒大家 一定要去选择有品牌保证的 有质量保证的瓜子 那才是上家之选 今天我们讲到的两条留言 第一染色瓜子 第二是漂白处理的开心果 这两种产品当中 它残留的一些物质和使用的化学产品 都有可能进入到人体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通俗的来讲 漂白的开心果有毒 染色瓜子也有毒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入安全宝典当中 2015年7月29日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通报了四种不合格食品名单 这四种不合格食品是 开封市徐师傅食品厂生产的 徐师傅牌 每带148克双胞胎素食 四川绵羊福来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鼠疫香牌 每带120克鼠疫香老弹炮笋尖 乳州市香乳食品厂生产的 大福乐牌 每带118克大福乐开胃丝 沈阳市天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富老三牌 每带500克富老三酸菜 凡以购买上述不合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 可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 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请您拨打投诉举报热线12331 欢迎订阅一下 几下来 Ev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